被称为天才的网球少女 为了一己私欲在比赛前叛逃美国 最终导致中国女子网球队遗憾败北 海洋美国因此时嘲讽我们多年 而退役后的她居然还想高调回国捞机 此举引发国人众怒 那么这名女子究竟是谁 如今她又有着怎样的结局 这个叛徒名叫胡娜 1963年出生于四川 与当时很多半路出家的运动员不同 胡娜出身于体育史江 她的外祖父是中国最早开始接触网球的一批人 在年轻时参见了很多比赛 退役后一直在意叫网球尾声 而外祖母曾经上海一所女子学校的篮球主力 得益于先天优好的条件 胡娜在四岁的时候 就被发现了极高的网球天赋 她的外祖父也开始担任起了胡娜的教练 在外祖父的指导下 胡娜很快就从省队里脱颖而出 加入了国家队 在国家队的胡娜也不甘落后 仅仅训练了一年 就展露出了惊人的天赋 15岁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组女单冠军 16岁拿到了全国甲族女单冠军 这一系列的成绩 使得她直接被教练视为了种子选手 按理来说 只要胡娜能安心继续代表中国打比赛 她一定会有一番出色的作为 甚至会轻视流明 但一件事情的发生 却改变了她的命运 1979年 天才少女胡娜跟着国家队 前往美国进行交流学习 在美国 胡娜亲眼看到了其他国家的选手 在不停地参与各种国际赛事 虽然她自己在美国期间 也拿下了好几个赛事冠军 但当时中国网球因为历史原因 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太多国际上的比赛 胡娜知道 运动员的花期都很短 如果她现在不能抓住参加比赛的机会 等到以后她年纪大了就打不动 而碰巧这时 美国也发现了这名网球天赋少女 产生了拉拢的心思 甚至在我国选手回国后 还在不停地写信 想要邀请胡娜前往美国进行训练 所以胡娜的内心产生了动摇 她开始羡慕起了美国选手 当时的网球队教练杨灵雪 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真正的意图 所以她借着网球队任务繁重的理由 拒绝了美国的邀请 这样的决定让胡娜的心理产生了不满 也为她以后的叛国埋下了隐患 1982年 中国女子网球队 受邀前往美国参加网球联合会杯比赛 这次的比赛对我们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自1979年 我国恢复奥委会身份后出国的第二场比赛 每个人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来应对这次比赛 只是可惜 在比赛前期 原本的领队杨明逊 因为身体原因卸任了 代替她领队的是新人金树 杨明逊对我国女子网球非常有信心 但让她隐隐感到不安的就是胡娜 她知道胡娜一直想留在美国训练 所以在出发前 杨明逊特意叮嘱金树 要她特别关照一下胡娜 金树也心领神会 一下子就懂得了前辈的意思 在比赛过程中的时候 金树全程都在叮着胡娜 生怕她有什么不该有的念头 但可惜金树千算万算却没算到 胡娜会在比赛打一半的时候逃跑 她是我国体坛的第一叛徒 在比赛期间擅自离队叛逃祖国 甚至公开叫嚣不再回国 但如今却想高调回国捞金 此举引发国人众怒 她就是有着天才少女支撑的网球队员胡娜 1982年 当时的中国女子网球队 受邀去美国参加比赛 在第一轮比赛中 胡娜与2比0战胜了日本选手 为中国队先拿下了一分 领队队长金树看到这一幕也高兴极了 对胡娜的看管就松懈了下来 7月21日 中国队要对占德国队 在比赛的前一天 胡娜还在训练场 跟队友一起进行热身训练 但在比赛的当天 队友却突然发现胡娜不见了 领队队长金树迅速排查了胡娜的房间 当她看到房间里没有翻找过的痕迹 胡娜的行李也都在原地的时候 金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果然 在当天金树和队员都在紧急寻找胡娜的时候 她通过律师给比赛组委会打了电话 称她现在很安全 并且已经成功获得了政治庇护 永远都不会回到中国了 这话一出 金树的表情就严峻了起来 因为政治庇护在国际上 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只有当一个人受到国家的迫害之后 才会向外国申请政治庇护 金树知道 这件事肯定会闹大了 自己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只能先带着队员打完了剩下的比赛 但少了主力选手的中国队 明显打不过德国队 最终一0比3的战绩输给了德国 比赛结束的第二天 中国队连复盘都没有进行 就直接返回了中国 当这件事传播开来后 引起了国际上的一片华人 甚至有不少国家媒体 开生这件事来丑化中国 这件事就像一把尖刀一样 插在了中国人的胸口上 而我国外交部非常重视这件事 立马就跟美国方面进行了沟通 希望能将胡娜送回来 当时的胡娜年纪还小 所以我国对她十分包容 认为胡娜只是做错了事 只要她愿意回来 我国可以既往不去 依旧愿意让她继续待在国家队训练 并且参加国际比赛 然而经过数个月的谈判 1983年4月4日 美国最终拒绝了我们这一请求 这件事让中美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外交关系 瞬间降至兵地 我国宣布停止与美国的文体交往活动 就这样 胡娜如愿以偿地留在了美国 但留在美国的胡娜 并没有如愿以偿 因为没有身份 胡娜不能参加任何一场比赛 而等她好不容易拿到美国的国籍后 她又因为腿伤复发休息了整整八个月 直到1984年初才开始参加比赛 但当时的胡娜因为长时间未参加比赛 在国际上已经没有排名了 所以她只能从最低级的卫星赛开始到 21岁的她 每次对战的都是14-15岁的孩子 可以说胡娜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了这里 但胡娜没有放弃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 她没日没夜地打排名 训练 最终她一共拿下了16次网球界的大网怪 1992年 胡娜退役 然而退役之后的她 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要回到中国 中国体坛第一叛徒胡娜 比赛前公开叛逃到美国 不仅坑惨中国队 还使得美国借此嘲笑我们多年 但如今 她却想高调回国捞机 结果如何 胡娜叛逃之后 很多人都因为她收到了牵连 而其中最为可惜的就是她的教练和队友 事发之后 当时正处在事业高峰期的女子网球教练沈剑球 直接被调回了地方坐冷板凳 那天本该跟胡娜一起参加比赛的李欣逸 也被取消了之后亚运会的资格 要知道 当时的胡娜和李欣逸 作为亚洲女子网球的天赋型少女 完全可以拿下当年亚运会女单和女双的冠军 但可惜 这所有的一切都被胡娜的叛逃给回了 胡娜在美国拿下大满贯之后 顺利地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退役后的胡娜选择回到了中国 她先是移居到了台湾 担任起了台湾的网球顾问 和香港TV的网球球评 1997年 胡娜在台湾成立了胡娜网球俱乐部 开始了对青少年的培养 2011年 胡娜以中网解说员的身份回到了北京 成为了网谈华语解说的重要人物之一 之后的胡娜转变了职业方向 成为了一名画家 并且在2014年开办了画展 胡娜开办画展的消息一出 全国的网友都坐不住 他们认为胡娜作为一个叛国者 根本就没有资格回到中国 如今还在中国开办画展 完全就是为了劳钱 他们认为胡娜应该公开盗窃 但胡娜并没有理会网络上的流言蜚语 在巨大的压力下 她依旧准备开办画展 不过可笑的是 在画展正式开办那一天 来看画的游客甚至还没有记者多 然而时至今日 胡娜依旧没有就叛逃一事 对所有她曾经伤害过的人 包括我们的祖国说声抱歉 无论怎么问 胡娜都只是表示 当时只是因为年纪太小了 不得已而出的国 不管怎么说 胡娜事件都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是西方国家挥向中国的一把尖刀 如今的祖国没有拒绝胡娜的归来 是我们祖国应有的胸襟 而网友们唾弃的 也是她应得的下场 也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并且以后都不会出现第二个胡娜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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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